单身70年的老头 捡到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 等到女孩成年那天 就将其娶回家延续香火 为了不让女孩逃出手掌心 于是将她带到一处荒岛 打算让少女与她度过下半生 在巴掌大的荒岛上面 老头支起了架子 准备在这里安一个家 刚开始女孩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每天无忧无虑地过着小日子 饿了就陪老头在河边捉鱼 但是被关得太久了 女孩开始向往外面世界 这天河边路过三明小火 这是女孩第一次见到年轻男子 女孩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满是期待 希望再次能看见三个小火 她与老头每天的食物 基本上都是鱼和白面馒头 但是女孩并不喜欢这些 她更喜欢牛奶和蛋糕 自从见到三明男人之后 情不自禁间搓洗她那双大白腿 似乎是在友谊在展露身材 期待男人上门向她表白 她望向不远处地河对岸 可是除了山水就是大雾 老头带女孩打鱼时 女孩内心泛起了涟漪 非常期待男人的出现 而此时老头还没发现女孩在想什么 不久后老头建立起了他们的小家 并对女孩露出了一脸的微笑 傍晚的时候 女孩站在河里清洗身体 一遍又一遍地擦拭身上的污秽 刚刚洗到一半 突然三个士兵出现在她眼前 并色眯眯地看向女孩 女孩看见男人们后 娇羞地躲进了小屋 此时她内心是非常高兴的 不料她细微的动作 却被老头察觉到了 老头每次出门 都会将女孩锁在屋内 自从这天后 老头都把女孩看得死死的 就连种玉米都要女孩陪同 女孩18年来没见过年轻男人 每天陪伴她的只有一个老头 而且每天不是吃鱼就是啃馒头 虽然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可女孩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但一直被老头束缚着 种地要女孩陪同 外出打鱼也要带着女孩出去 几个月过去 他们的庄稼地长出来玉米苗 可是晚上的时候 却被人恶意破坏了部分 为了来年得到大丰收 老头带着女孩勤懇干活 不料两名士兵又来了 他们路过的时候 都是目不转睛地看向女孩 隔天一大早 女孩刚刚在河边洗完澡 对岸的男人就突然吹起了哨子 看着男人还用望远镜观察她 女孩不经意揪了揪裙子 似乎在回应男人们的挑逗 老头看见后很不高兴 于是拿出一把猎枪 很快就吓退了几名士兵 从女孩的表情可以看出 他是不希望男人离开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女孩马上就要18岁了 晚上老头思索着 女孩好像心已经不在了 自己要不要婚礼提前 看着女孩成熟的样子 老头开始有了自己小九九 中午的时候 老头突然发现玉米的有个人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名受伤的士兵 就在这时 几名士兵追赶了过来 询问老头是否看见一名逃兵经过 老头没有告诉他们 几名士兵离开后 老头才将男子救起 经过一番治疗后 男子终于苏醒 但令老头没想到的是 男子竟是白眼狼 直接将女孩给拐跑了 女孩在河边擦拭身体 男子看得口水直流 这可不怪男人好色 只怪女孩穿得太性感 仅仅是一眼 两人就碰撞出了火花 女孩挑逗男人后 直接跑进了玉米地 两人你追我赶 玩得不亦乐乎 很快就消失在玉米地 很快老头回来 看见两人全身湿漉漉的 老头气得暴跳如雷 直接把女孩关进小黑屋 就在老头准备赶走男子时 突然几名士兵赶了过来 还没等老头开口 男子就跳水逃跑了 士兵假意过来询问老头逃兵情况 实则是来偷看女孩的 老头知道他们的目的 自己要是说见过逃犯 这几名士兵肯定会做文章 说不定就借此机会 留下来与女孩交谈 老头没有告诉他们真相 打发几句后 士兵并没有离开 而是进入老头家查看 果然几名士兵目的不是逃犯 而是荒岛上的女孩 老头对他们很防备 直接不让女孩出来 士兵离开后 男子也随着河道逃跑了 自从男子离开后 女孩整天茶不思饭不想 就连做梦都是男子的影子 隔天起来女孩照常河边洗澡 不料几名士兵早已等待多时 这次女孩不再回应他们 因为她已经爱上了逃犯 绿米地里女孩久久不离开 因为这里是她与逃犯待过的地方 看了许久之后 女孩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一旁的老头也知道怎么回事 为了不让女孩想男人 于是再次搬嫁 带着女孩离开荒岛 可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发生了 河水突然大涨 女孩为了找到男子 趁着老头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驾驶小船离开 随着洪水的泛滥 老头最终也被淹死 也随着他的安乐窝 消失在大水之中